暑假进入了尾声,许多的游客也把握时间进行旅游的活动 而一位来自高雄的陈姓男子带着七小到花莲来赏金 却被海巡人员查出他有案遭到通缉 赏金结束之后随即被逮捕以及解送 他表示自己不知道被通缉在案,留下了错愕的家人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花莲渔港安全所长表示 在27号上午执行安检勤务核队出海乘客名单的时候 查获一名36岁违反诈欺罪等最险的诚信通缉犯 也在乘客名单当中 随即派遣海巡艇跟在赏金船后面监控 进港之后安检人员登船再次确认身份 将诚信通缉犯押解登案 本所于109年8月27日上午执行安检勤务时 经安检人员查获议员违反诈欺罪及毁损债权罪之通缉犯 该员搭乘赏金船出海赏金 后续由本队司法小组予以逮捕并移送地检署侦办 陈兰在逮捕的时候表示 趁疫情趋缓期间带家人来东部旅游 并不知道已经遭到通缉在案 第12案律队表示 陈兴男子分别在今年4月8号 遭高雄地方检察署因为毁损债务案 即108年9月20号 遭新北地检署因诈欺发布通缉在案 逮捕之后解送到新北地检署证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布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布达